大家好,这里是大人物小人物频道 李志恩因其甜美长相和蒙昧气质 而被韩国人民亲切地称为国民妹妹 凭极可爱的风格很快获得了欢迎 她的歌唱实力雄厚 而三段高音更是为人称道 她将心中的所思所想通过歌曲表达 获得了很多同龄人的共鸣 在音乐方面的不断成熟 让她从偶像进化为真正的歌手 她有着一身邻家少女的气质 但在音乐上却表现强劲 她的声音前进,透明,叫人动容 既有偶像歌手的外表 也有实力歌手的能力 李志恩从幼儿园开始就十分喜欢听音乐 经常跟助父亲去唱卡拉OK 在中学一年级时 她在体育老师的推荐下 站上了学校演出的舞台 从那一刻起 她就萌生了成为歌手的想法 在之后的时间里 她曾先后参加20次选拔 其中包括JYP Entertainment 举办的练习生选拔 但均被拒绝 2007年10月 她通过了Lone Entertainment的试镜 开始了为期十个月的练习生生活 在此期间 她也得到了夏东军等音乐人的帮助 2008年9月18日 因在每年爱听乐节目 M Townsend中演唱歌曲名儿 而正式出道 9月24日 发新首张迷你专辑Loft & Found 共收录了六首歌曲 专辑则以她15岁的少女身份 为主要特色 2009年4月16日 发新首张正规专辑 Floin' Up 主打歌不公开三周 即成为了SBS音乐节目 人气歌谣的一位候选 并在其他多档音乐节目 和线上音乐排行榜 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1月12日 发新第二张迷你专辑 I U EM其中收录了五首歌曲 及两首伴奏 主打歌为描写初恋心情的棉花糖 2010年6月 与RM成人人色庸 共同为MBC综艺节目 《我们结婚了》演唱主题曲《唠叨》 她也评级该曲 在SBS音乐节目《人气歌谣》中 获得了出道后的首歌一位 随后 她又评级该曲 在KBS音乐节目《音乐银行》中 同样取得一位 并连续三周 蝉联歌曲排行榜冠军 9月 与程师景合作演唱歌曲《是你》 12月9日 发新第三张个人迷你专辑 REAL 其在主打曲《好日子》中 连续三段的高音唱功 也引起了粉丝的关注 她则评级该曲 分别于SBS音乐节目《人气歌谣》 及KBS音乐节目《音乐银行》 获得了出道后的首歌三连冠 12月10日 获得第25届韩国金唱片大赏 数位音乐门赏 2011年1月 首次挑战演技出演校园剧 Dream High 在剧中 饰演歌唱实力惊人的女孩 金碧叔 并为该剧演唱了插曲 Thomeday 2月17日 她的改版迷你专辑 REAL家正式发行 3月20日 成为SBS音乐节目 《人气歌谣》的固定主持人 5月 为动画片 《牙牙走出院子的母鸡》 演唱主题曲 6月18日 举办首次官方歌迷见面会 及迷你演唱会 11月29日 发行个人第二张正规专辑 Less Fantasy 包括主打歌 《你和我在内》的全部13首歌曲 均占据了韩国各大音乐网站榜单的 一至13位 而专辑发行一周下载量 便突破了700万次 总下载量 则超过 1700万次 并在海外音乐 排行榜中 位居前列 12月23日 提及歌曲好日子 在KPS音乐节目 音乐银行 年末结算中 取得年度一位 2012年1月19日 获得第21届首尔各要大赏本赏 和最佳专辑奖 1月24日 在色谷举行showcase 从而正式进军日本 2月 位列韩国福布斯名人榜第三位 3月21日 发行首张日文单曲Good Day 该曲获得了日本Morikon排行榜周榜第6名 5月11日 发行第7张迷你专辑 20岁的春天 并评级歌曲桃子 及Every End of the Day 多次夺得各大音乐网站 实施排行榜前3名 6月 以首尔为起点 在釜山 大秋等韩国六座城市 举行巡回演唱会 7月18日 发行第二张日文单曲UI 12月29日 担任SBS歌谣大战的主持人 2013年2月 入选韩国福布斯名人榜第8位 3月9日 搭档曹正氏主演的周末剧 最佳李顺欣播出 他在剧中饰演了 纯真善良的小女儿李顺欣 并评级该剧 获得了KBS演技大赏 新人女演员奖 3月20日 推出个人首张日语原创迷你专辑 Can you hear me? 7月28日 不再担任人气歌谣的主持人 结束了两年4个月的主持工作 由芳米亚接任 9月11日 发行第三张日文单曲 Monday afternoon 10月8日 发行第三张正规专辑 Modern Times 全集13首歌曲 均占据韩国音员榜 第一至13名 并在H2的周榜 达成Perfect or Kill的成就 主打歌红舞鞋 于回归的第二周 便取得了所有音乐节目的一位 10月30日 出演综艺节目 《隐藏歌手2》 在节目中得到了100票当中的88票 获得优胜 11月20日 与张根硕合作主演的 浪漫爱情剧 《漂亮男人》播出 在剧中 饰演 有着独特时尚感觉的 普通女人 金普通 12月20日 推出正规三期的改版专辑 Modern Times Applock 该专辑额外收录了 《星期五见面》 及《Pastel Crane》两首歌曲 其中的自创曲《星期五见面》 取得了iCharge的所有日榜一位 达成Perfect or Kill 并在美国 Bill Ford Talk排行榜 连续两周 蝉联一位 2014年3月4日 入选韩国福布斯名人榜第十位 3月21日 在上海举办了 景军中国的首场Life Show 3月23日 在香港九展举行 Showcase 5月16日 发行翻唱专辑 《花书签》 其中主打歌 《我以前的故事》 取得了iCharge所有日榜一位 并达成Perfect or Kill 亦成为了其第五首 获得该称号的歌曲 随后 在首尔西江大学 举办八场One More Step Just That Much小型演唱会 10月2日 发行单曲《招格栋》 该曲取得了 Ginni实时歌曲榜 连续七次破表 Mail Wang实时歌曲榜 连续四次破表 以及全网O Kill的成绩 12月 获得第十六届 Moneta州音乐大奖 最佳女歌手奖 2015年3月 与金秀贤 车太炫 空小镇合作主演职场剧制作人 在剧中饰演出道十年的 Top与歌手赵仁英 Cindy 3月21日 VSBS真人秀节目 《拜托爸爸》录制主题曲 5月18日 发行单曲新 该曲音源公开后 登上了韩国各大线商音源榜的 实施即日榜第一位 并在iChart取得一位 6月3日 与所属经纪公司Lone Entertainment IU续约三年 8月13日 参加两年一度的 无限挑战 领动高速公路歌谣记 并与朴明秀合作演出 8月24日 与朴明秀合作发行单曲 Leon 该曲在iChart9榜 达成了Perfect for Kill 10月21日 在香港举行2015 IU in Hong Kong个人演唱会 现场翻唱了粤语歌曲 西铁街 10月23日 发行第四张迷你专辑 Chap Share 他本人参与了部分专辑收录 的词曲创作 如打歌23 在韩国八大音源网站 达成Perfect for Kill 成为了他第七首 得到该称号的歌曲 而心斜 眼镜等专辑输入曲 也及身音源榜前列 10月29日 获得韩国大众文化艺术奖 国务总理表彰奖 11月8日 在上海举办2015 IU in Shanghai首场 中国Showcase 并翻唱了中文歌曲 Yang 12月20日 在北京Showcase上翻唱了民谣歌曲 斑马斑马 2016年1月10日 在台湾举行粉丝见面会 并首度尝试用闽南语翻唱了莫文蔚的作品 爱情 2月3日 登上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 演唱个人曲 好日子 Marry You 7月9日 以广州为起点 陆续在长沙 南京 重庆 武汉 深圳 和成都等七个中国城市举办I U Good Day in China 2016巡演 8月29日 与李准基 江河纳等人 共同主演的古装爱情剧《步步惊心》 力播出 他在剧中饰演从21世纪 穿越到高黎时代的坚韧女子 谢树 12月3日开始 在韩国首尔举办一连两场的 24step 1234演唱会 并与歌迷们首度分享过去几年的内心世界 12月16日 在中国香港举办I U Concert 24 Steps in Hong Kong演唱会 并演唱了《喜铁街》 《喜欢你》两首粤语歌曲 2017年1月7日 在台湾举行演唱会 并翻唱了《田富珍的小幸运》 3月24日 公开第四张正规专辑先行曲《夜信》 该曲成为韩国Melon银元榜单改版后 第一首空降一位的歌曲 同时 1月26日 在韩国八大银元网站达成 Perfect for Cure 4月7日 公开第二首先行曲《爱情不太顺》 并于10日达成 Perfect for Cure 4月21日 正式发行第四张正规专辑 Pellet 9月18日 公开第二张翻唱专辑先行曲 《秋日早晨》 这是其出道9周年 送给粉丝的礼物 值得一提的是 该曲在没有预热和宣传的情况下 便实现七大榜单 Opure的成绩 并于9月20日达成 Perfect for Cure的成就 9月22日 正式发行翻唱专辑 《八书千二》 而这也是其时隔三年 再次发行个人翻唱专辑 2018年1月 凭借叶信 获得第32届 韩国金唱片奖 姻缘部门大奖 3月 与李善军搭档出演的都市剧 获得大叔播出 他在剧中 饰演在社会底层中 挣扎的临时职员李之安 并借此该获得了多项提名与奖项 并获得第六届大田电视剧节 中篇电视剧 女子最优秀演技场 7月18日 经纪公司CocoM宣布与其续约 之后 主演了以不同主题 概念制作成的系列短片 Persona 而这也是其出道后 首次挑战大荧幕 9月15日 举办庆祝出道10周年的 爱余家粉丝见面会 10月10日 发行出道10周年 纪念数位单曲VB 该曲也在发行当日 获得了韩国各大姻缘榜的一位 并成为了其第十二首 达成Perfect or Kill的歌曲 与此同时 歌曲于24小时内 以142万次的播放次数 打破了姻缘网站 Bellon单日的用户收听记录 2019年7月13日 与吕真九等人 合作主演的爱情奇幻剧 德鲁娜酒店播出 他在剧中饰演个性乖丽 脾气暴躁的酒店社长张满月 11月1日 发行专辑Love Poem的 同名先行单曲Love Poem 随后 正式发行该张专辑 其中主打曲 Blooming 横扫Mellon Genie Bugs等主要音乐排行榜 实时榜单 即日榜 周榜榜首 而此专辑在Huntiel榜上 发售当天 也获得超过12.5万张的销量 截至21日为止 共售出13.4万张 创下历代女子独唱歌手 专辑首批销量的最高纪录 2020年2月15日 魏玄斌 孙艺珍等人主演的爱情剧 爱的破将 演唱插曲 I give you my heart 5月6日 发行与敏门期合作的单曲 而她也参与了歌曲的词曲创作 2021年1月27日 推出单曲 Celebrity 歌曲在Mellon Genie等主要音乐网站 实时排行榜 未居榜首 该曲还未列 Mellon年度排行榜第一 随后 发行第五章正规专辑 I like 其中收录了 包括同名主打曲 在内的十首歌曲 主打曲获得了Mellon排行榜 第一名的成绩 而专辑中其余歌曲 也基本进入排行榜前十名 此外 她本人不仅参与了专辑的制作 还为专辑中所有歌曲作词 3月31日 以言与正合作主演的短片 无处寻觅上映 10月19日 发行单曲 Strawberry Moon 2022年3月1日 评级歌曲 Lilac 获得第十九届 韩国大众音乐奖 最佳流行唱片奖 同时也因为 参与乐童音乐家专辑 Next Episode中歌曲 Market的配唱 而与其共同获得 最佳流行歌曲奖 2022年6月8日 搭档宋康浩 江洞源 裴斗娜等人主演的电影《前客》 在韩国上映 该片讲述了一群 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人 发生的故事 10月24日 评级电影《前客》 获得第42届 韩国影评奖 最佳理心人 2015年3月 李志恩与歌手张鸡和正式交往 10月8日 双方在乐会教被曝光后 承认了恋情 李志恩表示 两人在电台节目中相识 2017年1月 两人分手 2022年12月31日 李志恩与李中硕 承认恋情 2015年3月 李志恩与歌手张鸡和正式交往 10月8日 双方在乐会照被曝光后 承认了恋情 李志恩表示 两人在电台节目中相识 2017年1月 两人分手 2022年12月31日 李志恩与李中硕承认恋情 李志恩面对所取得的成绩 表现得很谦虚 有着很冷静的头脑 在进行演艺活动的同时 也不放弃学习 乖乖女的形象 让很多同龄人心生静态 同时也获得了学生父母阶层的成年人喜爱 此外 她的表现 也获得了歌坛前辈的称赞 她在电视剧 《主意拍》中 抛弃清新可人的形象 故意扮丑 出现了一个胖嘟嘟的女孩 通过这个角色 所展现出的演技 给人带来了惊喜 而她的歌声 同样有着让人心动的美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关注我的账号 大人物小人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